被指控的医院院方人员示范 当时男大生进行复健时 物理治疗师如何协助 就是这个垂胸的动作 让当事人和家属认为物理治疗师 疑似施暴 出示胸口瘀青的照片 当事人家属说 是物理治疗师的暴力造成的 当事人是一名二十岁的男大生 六月初发生车祸进行复健治疗 却发生这样的纠纷 事后物理治疗师写下悔过书认错 然而家属怒批 院方协调过程中却完全不认 能够就片面的测销 跟家属之间的和解内容 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 很明确的师傅调查报告 针对家属的指控 位于高雄凤山的这家诊所 院方回应是对复健动作的认知不同 希望家属寻法律途径 由司法单位调查还原 整件事情的真相 院方态度强硬 家属也找了议员召开记者会控诉 双方协调破裂恐怕只有对部公堂 才能厘清整个真相 华视新闻邱军平 许文男高雄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